试想一下,让一位精通概理学的教授靠着科学办法,前往拉斯维加斯各大赌场赢钱,有没有搞头?答案是有,而且还能大捞一笔。这个人就是他,麻省理工的数学教授老凯。他人生中最大的科研成果是什么?那就是靠着非凡的记忆力和推理算牌,去各大赌场狠狠挣庄家的钱。更可怕的是,光自己去还不够,还要培养自己的顶尖学生一起去,而且不是一个,是一一窝。 就这样,一个云集数学天才的专家小组,带着一整套逻辑缜密的科学策略,直飞拉斯维加斯,人人换上全新的伪神分,开战。那么,要玩的是什么?答案就是这部电影的名字,决胜21点。他是领头的学生小本,是整个团队的C位,专门负责上阵厮杀。而各个牌桌上早就安插好了他们的眼线,用眼神告诉小本这桌牌能不能入手。果然,到了这一桌,辅助小美给出了团队特有的暗号,实际成熟,可以上桌了。直接一万大票入场。 这又是一句暗号,什么意思?关键词是甜,代表排面的整体点数是正十六,小本马上心里就有数了。基于这个点数,立刻开始计排,不断推算着输赢概率,进退自如。 在老凯的观察中,小本展开了整晚的疯狂斩杀,通宵打蛋,桌上已是满满的战利品。就像个包业的学生一样,出来时他已疲惫不堪,但不一样的是,口袋里已经揣着近十万美金,而这还是他入团以来的首战。 就这样,他们平日照常上课学习,周末就来拉斯维加斯集体采矿。仅仅几周下来,当初一个个条件普通的学生,很快过上了与周围同学完全不一样的生活,买买买更是不在话下。 但是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赌场的监视之下,小本异常的高胜率,很快引起了安保的注意。 同样精通算牌的主管,一遍遍看着监控录像,立刻分析起他们的手法。 原来他们开发出的这套算法,就是靠着记录已经发过的牌,来推算剩余牌的大小概率。 在21点游戏中,如果剩余的大牌多,那庄家的胜率就会变低,辅助会提前入场,以小成本下注观察牌局。 等到了剩余大牌多的时候,给出暗号让C位上桌。 相反,如果剩余的小牌多,那就摸摸眼角,意思是再去别处看看。 不光如此,上桌后,他们还有这一套更高级的算法,来精准评估剩余牌的大小概率值,而且用不同的暗语来表示,如果情况不对了,那就撩一下头发,赶紧撤离。 主管算是看出来了,这就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,他一定要揪出幕后的那个人。 看到这,我必须告诉你,这又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高能电影。 小本才是真正的主角,他的原型是90年代麻省理工的一位华裔数学天才。 当时,他带着班上一群同样拥有超强算牌能力的学生,就靠着这个办法横扫世界各大赌场,数月之内狂唠一千万美金,让这些大初学的猎物们苦不堪言。 在这部电影中,片方还邀请他客串了一个合观的角色。 回到电影一开始,这位天才生小本在麻省理工上学时,成绩非常优异,还没毕业就被保送进哈佛医学院,可保送是保送,学费还得要三十万。 小本就是个普通的理工宅,没绅士,没精力,更没钱。 来到哈佛校长面前,想申请三十万的全额奖学金,但七十六人中仅挑一人,而且个个都是人中翘楚。 可小本除了学习好,别无出彩之处,哪来的胜算。 好在数学教授老凯看中了他超强的算力和理性思维,又因为团队中一名骨干去了某个大公司,C位空缺就把他带上路了。 小本因此不仅解决了钱的问题,也在拉斯维加斯体会了自己想都不敢想的生活。 更让他高兴的是,当初暗恋过的笑话女神也在这团队里,一个月的相处下来,他们之间还有了感情,但金钱这东西来多了,总会冲昏一个人的头脑。 入组前他只想挣够三十万学费就走,眼看现在已经够了,他却想要更多,业余时间都耗在二十一点上,和摄友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淡,还经常心不在焉办错事。 因此小本也被提出三人努力了一年的机器人项目,这晚他心情很不好,在独座上毫无状态,节节败退,补助赶紧撩头发是一撤退,但他根本不为所动,甚至开始了最致命的操作,豪赌。 就连女神上来劝离,也没有任何效果,果然仅仅几局,分文不剩。 事后老凯十分的失望,他生意人的本质也显露了出来,虽然以前小本为团队挣了大钱,但今晚不听指挥输了二十万,必须全部还回来,还让他离开团队。 小本很惊诧,把我们当工具人嘛,输一次就出局,躲在后面还跟我们五五开,为什么你不亲自上?老凯根本就不回答他,直接走了,成员们也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绝情。 小本果断拉拢队员们,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干,挣的还能再多一倍,队员们一个个被说服,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准备。 这句大吉大利今晚吃鸡,最早就是从这部电影中传开的,因为在以前的拉斯维加斯赌场,一份鸡肉饭是1.79美元,而赌赢一把至少赚2美元,所以就能大口吃鸡了。 如今这句话甚至比恭喜发财还要火热,摆脱了老凯,小本亲自带团队,准备彻夜吃鸡,眼看着战况不错,但谁知道老凯这老东西也是坏到家了,一通匿名电话,悄悄给他们预定了一顿大嘴巴的。 安保主管直接带着人就来了,把小本抓到了地下室,给他换了个新装容,吃了顿教训的小本这才明白过来,原来赌场会打人啊,怪不得老凯不亲自上场,还有小队里之前那个离开的C位,根本就不是去了什么大公司。 主管已经猜到了背后的人是老凯,因为他们早就有过交手,当初是那家伙一晚上卷走了上百万,害得他直接被上家赌场炒了鱿鱼,今天坐着的要是老凯,肯定给他化一个更浓的妆。 一通收拾之后,小本被撵了出来,回到宿舍又挨了一击重拳,他被老凯挂磕了,连毕业也没戏了,再打开门彻底完蛋,钱也被抢走了,兜兜转转一大圈,一招回到解放前,甚至还不如解放前,他痛病思痛赶紧来找女神,告诉他新的计划,就是再回拉斯维加斯,一次性把所有学费全挣回来,但这次不光他俩,为了干成这票大的,小本还得再找来一个强势C位,双火力输出,那就是老凯。 既然他只讲钱不讲感情,那就简单道个歉,然后告诉他这个计划,而且赌场都已经用了全新的人脸识别系统,以后越来越没机会了,这就算最后一战,果然伪力是图,老凯答应了,他们乔装打扮重新杀了进来,两人联手效果确实不一般,很快就赚够了学费,但这会儿主管又来了,他们赶紧收拾着跑路,老凯又把这包筹码要了过来,说是要先保管着,分头离开,等脱身后再评分,谁知道他出门就上了一辆转车直奔机场,根本没打算分账,但打 看出小本在地下室那晚,主管给了他一个机会,要想办法把老凯给调回来,而作为奖励,当晚赢的钱全给他,果然老凯一抬头,这车确实是专车,只是不会去机场,而且还下不去了,任务也算完成了,小本和女神带着钱刚准备离开,主管却反悔了,说自己干这行没有养老金,而小本却有着大好前程,非常强势的又把钱给要了回来,那学费怎么办,不用担心,小本虽然没有赢得这笔钱,但已经赢得了前五古人的梦幻经历,他自然是拿到了哈佛的全额奖学 而且在那晚,小本早就悄悄安排了两位摄友,配合女神和队员也小赢了一笔,而这部电影的原型人物当初可真的是给各大赌场狠狠的上了一课,没办法,赌场只能修改21点的规则,还给每桌配一台价格高昂的洗牌机,这才控制住了局面,当然真正的小本没有挨打,只是被各大赌场拒之门外